大家平安健康 我是老船長 他是不戴口罩的豬腦袋 没有错 不戴口罩就是豬腦袋 不要对号入座 那么 我的测标写得很清楚 美国股市tonight 今天晚上 如果你不要指望他今天晚上大涨 你先指望他今天晚上大跌 但是留长长的下影线 那么 就会展开一波 非常大的反弹波 跟上一次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老船长 如果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没有留长长的下影线 是实体的黑K棒 那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这个不是我骨骸老船长可以控制住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定要清楚 分析师 他是可以做预测 他可以分析 但是他不能够控制行情 大部分的分析师 你们在看到他分析的时候 他都告诉你说 今天一定怎么样 明天又会如何 他不是神 各位要知道 所以你们不要去相信那一种 把话讲得非常满 绝对 一定 那个都是怎么样 碰风吹牛骗人 我跟你讲的就是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你主要要去观察的就是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有没有留长长的下影线 如果有的话 会展开一波反弹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 明天就有好戏可以看了 老船长你这样子讲很合理啊 你刚才有提到 万一是实体K线 而且是黑K线怎么办 那我刚刚不是就讲了吗 那真的是看着办 那第二天 就是我们明天 很多股票可能要停损出场 大家明白意思吗 巴菲特做股票 波音啊 他买了很多波音的公司的股票 就停损在相对低档 股神 而且不是买两张三张 是买了一缸子 他旗下的这一档基金 投资人不知道赔多少钱 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去年才发生的事情 当然那是因为全球系统性风险 COVID-19所造成的 那么连股神巴菲特 都很难怎么样例外 所以你就要去考量 你自己对于风险的承受度 是大还是小 不要每一天都去怎么样 拼命的在股市里面 想要捞金 然后风险都不管 可是老船长 我们看别的投顾老师的节目 都是永远大赚 天天大赚 那是假的嘛 像今天有没有 还会表演 拿涨停板的股票出来表演 有没有 你回答我有没有 这样的投顾节目 你都不要看 他的会员已经输死了 你知道吗 已经都没有钱了 摊在地上很可怜了 可是呢 他的节目每一天都会有 涨停板的拿出来怎么样 来表演 会员都没有买 你们知道吗 这样的分析师是可恶至极 当然你们放心 如果你参加的是古海老船长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 换句话说 我把我的会员都当人来看 大魔头就把他的会员当猪脑袋在宰 大家明白意思吧 老船长 以前你讲我们都不信 以为你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我们参加了大魔头之后 我们才知道 尤其是最近 叫我们把这个航运股 起涨前全部卖光光 说要买钢铁 因为当天钢铁比较强 我们就把怎么样 航运统统干掉做肥料 然后去买了一堆的钢铁股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各位观众看清楚 这个叫中钢 这样子在跌的 你的老师大魔头 就是买这一天的 这一天大涨追进去 全部死光光 看到没有 这一天叫人家 把航运股卖掉 我们随便看长龙 叫人家把航运股卖掉 大喷特喷 长龙算涨得少的 这一只怎么办 万海天天在涨 我说过 时间可以证明 很多人是大魔头 只是他的会员 可能比较笨 被人家卖了 还帮人家数钞票 我的老师好棒棒 每天还准时收看 看他怎么样解释钢铁股 不用解释了 我就讲过 对岸中国大陆 他们要让原物料怎么样 不要一直涨 影响到民生 就出手了 对岸都出手了 你还指望钢铁会涨上去 这种新闻不是知识 是常识 还在那边死拗活拗硬拗 为了自己的尊严 会员输赢那是他家的事 我觉得很可悲 就是你们交了会费 你们一片真心患绝情 对吧 每一个分析师都会犯错 但是不要执迷不误 这样你会害死怎么样 你所有的会员 好 那么我们讲到 不应该把这个 在那个时间点 把这个航运卖掉去买钢铁 这个事实为证 对不对 那当然上个礼拜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了 我们航运股会员 两天赚了将近两根停板 对不对 每一个会员可以帮老船长坐证 而且我们是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全部只押一档长龙 我跟大家报告的很清楚 我也是全市场带会员 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只买一档股票的分析师 所以当我坐在这边 跟大家报告 两天赚了将近两支停板 因为有一天 差一档没有涨停 那两天就赚了将近两支停板 第二天我们涨停板 全部出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们扎扎实实赚了将近20% 这样子你们觉得好不好 凡是你所看到任何投顾节目 任何老师讲航运股 只要你是他的会员 你根本没有买航运股 或是你已经前面套了100档了 你没有钱买的 那都诈骗了 我们不可能干这种下山烂的事情 因为我叫古海老船长 我常常讲 外婆的澎湖湾那首歌最后一句歌词就是 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希望在投顾业 我不要让所有的观众都是骂 投顾老师都骗人的 我每次听到这句话 我都想退休 不要干了 丢人现眼 怎么做这种行业 对不对 会员已经套了乱七八糟 套了一缸子股票 每天上节目还在表演 说什么股票又大赚 今天有叫会员买进 我常常在讲 人在座天在看 你发抗讯叫会员买 你可以照这个程序走 会员都收到抗讯 问题是 你前面的股票套了100档 人家怎么买 然后上节目就说 我有抗讯为证 我有叫会员买 真的是恶劣自己 像这种在对岸都抓起来关 我没有开玩笑 你这种在对岸这样子搞 就抓起来关 诈骗 对不对 台湾就很自由 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是顾问 我给你建议 我建议你买800档股票 不能买是你家的事 就是这样搞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个 投顾分析师的节目 你要看个几天 看个一阵子 对不对 像我就教你们 你看这个是钢铁股 在这一天 你们去看YouTube节目 在这一天 大涨这一天 很简单 找个小朋友都知道 这一天几月几号 把游标移过来 这天几月几号 这边是不是有写 6月2号 6月2号你们去YouTube看节目 看看台湾的投顾分析师 怎么讲的 怎么样看好钢铁的 6月2号 一定有一个老师 大魔头告诉你 应该买钢铁 航运不要买卖掉 就这一天 6月2号 不会找是不是 去YouTube找6月2号 走过币留下痕迹 人在座天在看 系 同一时间 6月2号在这里 是不是 长龙在这里 卖掉长龙怎么样 卖掉航运股 去买钢铁股 航运大喷出 钢铁系 各位观众 这种分析好不好 应该是倒数第一名的分析吧 害死所有会员的分析吧 对 不是分析而已 是叫会员这么干 所以我常讲 你们被人家耍了 被人家骗了 才会想到老船长 我的节目 我说跟做都一样 我上个礼拜 把航运股卖掉之后 我们赚到怎么样 翻过来 每一个会员可以作证 然后我们开始 逢低布局电子股 目前我们这一档电子股 大概套牢5% 我所有会员都可以作证 套牢就套牢 没有什么丢人现言的 你的老师不会套牢 是因为他是金光党诈骗集团 他当然永远不会套牢 我是人 巴菲特都会停损在最低点的 老船长套牢5%如何 你告诉我 这一档套牢5% 上一档赚20% 你觉得这个生意 可不可以做 这样的会员可不可以参加 全国有谁比我更诚实的 你讲 你只要讲出一位 我退出头顾业 到今天 会员已经输到胡说八道 你的老师还在节目上表演的 真的是 吹到全国 台湾的言论自由是给头顾老师这样子搞的吗 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 我跟化妆师讲 我说小弟今天 对 今天是我生日 是我53岁的生日 我跟化妆师说我真的这一次真的是铁了心了 希望55岁再过两年我要退休 因为做这行业做得很不光彩 你们知道吗 纵使我带会员大赚那又怎么样 人家都说分析师都骗人的 所以做这个行业做起来本来很有成就感的 但是现在回顾这过去十几年 我觉得真的 如果有一天退休 人家说你之前做什么的 我之前做股票分析师 人家可能就怎么样 呸 是吧 导播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轨拘据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老船长你带会员买股票也会套牢 废话 我是人 我又不是神 我也不是大骗子 对不对 那套牢 我们也是希望明天 电子股开始反弹 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 你看那个散装航运 也在大涨 没有错 散装航运真的有那么 那么好吗 我不认为 他们的获利其实没有 货柜那么好 但是因为搭上了顺风车 大家明白吗 我现在不用讲太多 对不对 你买的散装航运赚钱 我们也是恭喜你 因为我们自己货柜大赚过 至少我的长龙赚过两次 不止最近的这一次 那这阵子以来 没有带会员做航运股的 头顾老师 应该都输得很惨 那像我们带会员的话 两次加起来 赚不止两支停板 大概三到四支 对不对 那我都不敢讲说 我们很厉害 那那些头顾老师 大部分九成以上 都是没有带会员买航运股 全部都还在电子 你看那个盘中跟大老师 跟大财经台连线的 你去看嘛 有一台很好玩 下面都有那个 那个散户朋友很可爱去留言 他说比如现在 跟某个大老师在连线 下面就想 你的会员套牢二十九档 我一看快昏倒 他的会员上去po文 血泪死 说套牢二十九档都没有出 一直叫 一直叫 然后还在节目连线的时候 还在继续胡说八道 每天在骂航运股 说航运股不好 说电子股才好 这个地方电子是底部 航运不要追 长龙几十块叫人家不要追 涨到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千 都叫人家不要追 就一直涨 这种分析师在台湾很多 你们看我的节目 我从来不会这样讲 我都说航运很棒 我自己也带会员怎么样 大赚航运 那老船长你怎么没有带会员 买散装 散装我比较稍微没有那么认同 因为他的获利没有像 货柜轮这么好 第一季就赚六七块 他赚了几毛钱 对不对 我们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资金 我们当然是买货柜轮 对不对 我怎么会去买散装 只是散装现在 在末段要喷出了 大家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 对不对 你有赚我就恭喜你 当然了 这一波全市场 全市场 输最惨的 最倒霉的就是怎么样 去放空 航运股的 比如说你去空这一支 2615 这支应该有券 万海 你一毛钱都没赚到 没关系 结果你去空它 你输死 你空到全市场 最强的股票 你一毛没赚到 你做多赚翻 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赚 你还输死 为什么 个性使然 很多的人是见不得别人好 或是怎么样 看到人家涨 他没有赚到 他就要去空人家 这样的人在市场上 有一小部分 但是为数也是蛮多的 我要劝你们 来到股市 不要耍个性 不要塞性 你要顺势而为 对不对 你看不顺也没有关系 你不想做多没有关系 你在旁边看 你一毛钱都没有赚到 你垂心肝也没有关系 你没有赔到半毛钱 可是因为你的个性使然 说我要去空它 就完蛋了 所以我常讲 股票市场的修养很重要 你们每天都在技术分析 筹码面分析 什么分析 其实修养就是心里面 心里面的层面 是非常重要 你在股市想赚钱 你如果是贪婪大王 你是怎么样 恐惧大王 你跟人家赚什么钱 对不对 随便大盘一个震荡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常常在讲 就说像我在股市 已经待了这么久 从年轻到现在 大学时代就做股票 到现在算起来 也几十年了吧 真的看很多 我怎么看都是觉得 全世界 全世界 全宇宙最厉害的 就是台湾的头顾老师 几乎 所有的头顾老师 是永远不会输 永远大赚 天天大赚 然后这种鬼话 还会有这么多 投资人相信 去交会费 真的笨的可以 所以不要去怪别人 怎么骗你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因为你不脚踏实地 你不开大门走正路 哪有那种 天天都赚钱的 像我不是跟大家报告吗 我们上个礼拜 对不对 航运股 两天赚快20% 对不对 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都帮我作证 说谎 我每个会员赔 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很开心 那会员也很开心 对不对 大家也都续约 挺我 老船长生日赚案 很好 我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我的想法是 总有一天航运股会回档 对不对 那我们不一定要从头赚到尾 所以我们测出来 去底部布局电子股 哪里知道电子股那种扶不起 它抖 可以这么讲 讲两句没关系 大家都很气 没关系 气归气 我们在底部布局的电子股 我相信 明天有机会开始反弹的话 我的会员一样 套个5% 随便解套还倒赚 这个是各位要听人讲的话 是分析师真正的状况讲的话 你只有在我这一台 我的时间里面听得到 其他的你今天看片 都是永远大赚 天天大赚 然后还有一种是怎么样 带会员买钢铁蔬食 一直在解释钢铁怎样 不用解释 天天老师鬼扯 原物料钢铁就是对岸在压 这样听得懂吧 请你的老师去看新闻 不要再骗人了 老船长这个要感谢大家 不过再怎么样 今天是小弟生日 所以到今天截止 我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 所以真的 老船长在这边 跟大家深深的一举功 人在外面走 一定要抱着感恩的心 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贵人 每一个会员 都是我古海老船长的 生命中的贵人 我很珍惜也很感谢 那我用最大的力量 跟我们董事长谈判 的这个生日专案 就到今天截止 有来参加都知道 我不会让你们觉得 你们跟的是大魔头 我要你们真的赚钱的时候 就是扎扎实实赚 当我说我的会员 长龙赚两只停板的时候 就真的是两只 因为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只有压一档 全国只有我一个人做得到 我每次想到这边 我就很感谢 我的父母亲把我生得很好 有这么好的头脑 还有口才 可以真正帮助到投资朋友 虽然他们现在都在天上 那我会谨守本分 不要让我的父母亲蒙羞 我会做好每一天当分析师 别的分析师怎么干 我不管 那是他们的事 我也管不着 但是我把我自己管好 所以我常常都会说 我节目内容说谎不识 我下十九成地狱 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全国也只有我一个分析师 敢这么讲 而且我讲了十几年 我不是只讲一天作秀 我常常想为什么投顾老师 这么聪明 花了时间去考分析师证照 那么难考 终于考上 然后在职业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要不断地骗人 我真的其实搞不懂 为什么台湾会搞成这样 所以每一次看到那种 财经台下面留言都说 投顾老师分析师都是垃圾 都是骗子这样 我看的其实很难过 虽然我自己坚持不骗 但是我在这个行业 我觉得很丢脸 我不敢讲我很厉害 但是我敢讲一句 我的经验专业 一定胜过一般的散户朋友 所以你们交会费 给古海老船长 我第一 我拿得很心安 但是同时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绝对不能够跟大魔头一样 大魔头是死不会认错 你们看 你今天是他的会员 你看节目 继续骗 一副很轻松 输是输你们这些会员活该 你听得懂吗 他要骗新的猪脑袋 所以今天这个字最后一天 就是最后一天 我不会骗人 要支持古海老船长 喜欢开大门走正路的 就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吧 未来的日子 我相信我还有机会 带会员赚更多的钱 当我们套牢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报告 承认我们套牢 一样 当我们大赚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怎么样 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对不对 谁 哪一位你告诉我 全国分析师 哪一位像我这样子 我可以告诉你 不可能 还有那种上节目 跟人家讲说 现在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套牢电子股5% 白痴啊 这样怎么收会员啊 各位觉得我是不是白痴 如果各位觉得我是白痴 我无所谓 我就是白痴 没关系 只要我所有的会员 觉得老船长 带我们真的 扎扎实实的赚 哪怕是套牢的时候 也很诚实的 跟大家报告 人家看我的节目 心里面 不会不舒服嘛 看得下去嘛 哪像你看你老师的节目 看完吐血 对不对 你不一定要来参加 我老船长的会员 我跟你讲真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真的不要被人家 当猪脑袋窄 然后钱都输光了 走向归零高之路 再来 哎呀 头裤老师都是骗人的 麻烦你讲都是这两个字 想想 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很感谢所有的会员朋友 对老船长的支持 不离不弃 所以我很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除了我的专业 诚信之外 我还希望老天爷 给我一些运气 因为有时候做股票 运气也很重要 我希望我们这一档电子股 在不久的将来 最好是从明天开始发动 我不要透露 我不需要透露 我们买什么就是什么 我也不会骗 我觉得他非常有机会大涨 我也展开双臂 邀请你来 比如说你今天打电话来 最后一天生日专案 不但赚到便宜了 而且怎么样 明天进场 很漂亮的点 把你所有的股票 你的老师已经不理你了 把你所有股票卖掉 集中火力跟我们一样压一档 我相信我带会员 敢重压的这一档电子股 一定会有很大的表现 五 四 三 二 一 期待你的来电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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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